哪有些好山好水性大批的游客前来造访 只是这人潮的背后也带来了令人头痛的垃圾问题 这天在清静就有一场进山活动 主办单位是号召了全省总共300多位的志工 由古道6号的终点到荷欢山来全面的进行垃圾的清除 除了还给大自然美丽的风貌 更希望唤醒国人的功德心 共同守护着美好的环境 荷欢山玩雪团告别 脸书社团荷欢山玩雪团 正是一群爱山的网友所组成 参加进山活动 就是希望山影永远保有美丽的风貌 我们这个团员总共有八位 还有那个丰丹百路的主人也是我们的团友 如果雪地有很多垃圾就不美观 我们是要唤醒说我能不要乱丢垃圾 全省300多位志工 想应亲近观光发展协会号召参加这场规模 和盛大的进山活动 是从那个荷欢山开始到 林明珍也带领县虎主管共同加入清洁行列 面对满山满谷的垃圾 连小朋友也直摇头 一般垃圾还有香烟 有很多吗 香烟很多 我觉得这些人真是太没功德心了乱丢 然后应该不应该丢那么多垃圾 这样真的没有良心 为什么保利达会这么多 而且都是在这个角落 因为是原住民的体力啊 有体力以后就忘记把垃圾带走了 以后叫他们再有体力一点把垃圾丢带走 县长看到这么多垃圾感想你 我要呼吁来到清静的观光客 还有我们开车的好朋友 窗户一开就抛出来 才会造成这么不干净垃圾这么多 除了清除垃圾 县长林明珍也与学生志工 一起在清静高空观景步道旁种下樱花 期待未来有更美好的山林景色 也呼吁大家不要乱丢垃圾 共同守护南投的好山好水 记者王昭胜南投县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待 下期待